四马南频道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四马南 美国有一个公主 叫第一公主 一万卡 有人甚至把一万卡直接翻译成一万卡 那还有九千卡八千卡七千卡六千卡 如果一万卡作为美女的顶级标准的话 那往下就是九千卡八千卡了 这是笑话 一万卡一直呢 被认为是温柔的 可人的 懂得民众心理的 在相当程度上帮助他父亲塑造了良好形象的这么一个白宫的顾问 但是最近有人注意到一万卡最近风格大变 狂轰那些对他的批评者 一万卡最新发了一个图片 图片呢 是国会山 国会山不是有前总统吗 历任总统都到山上去给他们刻一个头像 一万卡最新发这个推图呢 是暗示特朗普也要在山上发这么一个图像 这个特朗普因为这个总统呢 他个性太鲜明 所以在美国呢 有人爱的爱的不得了 有人恨的恨的咬牙根啊 所以呢 特朗普先生他究竟会不会成为国会山上美国诸多总统当中最为杰出的总统成为山上的一个头像 这件事情很多人那地方认为是yes 很多人认为no 一万卡发这个头像显然有一种暗示的意味 其实呢 这很可能 仅仅是一位摄影师他特写镜头铺桌的瞬间不一样 比方说 你拍他300张照片选出呢最温柔的可人的甜美的形象那一万卡就是这样一个形象 但是如果你就专门找他若干瞬间啊 横眉怒目的 斜眼看你的 翻白眼的啊 发脾气的 甚至省鼻涕的这些照片 那一万卡就完全另外一种形象 因此罪人死到证人手里 摄像者那可能就是一个啊 证人的形象 但是据绝大多数人的观点来看 一万卡的确是有点小变化 那就是他担任白宫顾问之后啊 还剩下最后的这么一段时间 性情呢 有些变化 主要的变化呢 是这个第一女儿啊 或者第一公主 他言论不那么温和了 他可能呢 和他父亲的这种表达风格越来越接近了 女儿总是像父亲的 尽管呢 他的长相那种形象 更接近母亲的那个模特的形象 可是父亲对女儿的影响是绝对不可以低估的 即使你从他长相当中看不出来 脾气里边看不出来 但是从他所持的价值观和立场 对一个事情的态度上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比方说最近 一万卡遭到攻击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公开回击那些指责特朗普集团的人啊 说的话呢 也是比较有力量 一般的八卦小报我们就不讲了 美国有些比较大的媒体 一般是超出了正常价格的两倍花了钱 准备花了五个多小时 那他被特朗普在酒店的就职典礼期间收出的费用做出解释 他的原话说我交出了一个四年前的电子邮件 当时呢我下令我让酒店要收钱的 我让他收一个公平价格呀 酒店也照着做了 这个价格是公平的 没你们说的什么两倍呀 一般卡说这场所谓的调查行动啊是纯粹的骚扰 就是骚扰 是百分之百的出于政治目的 是宣传是愤怒的行为 他说那些所谓的调查者 他们很清楚这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任何税收的优惠 就是一场出于政治行动的报复的行为 CNN关于这事呢是这么报道 他说一万卡呀 在四年前呢搬到华盛顿啊 进入到白宫的时候开始 由于他比很多呢 共和党的那些人呢 更有社会意识 美国人的词有社会意识 就是说比较亲和啊 就玩计算机的说人机见面比较好 他总是甜美的笑啊 总是说话不着急 总是呢拿孩子拿丈夫 温馨的生活的画面 来让那些选民呢受到感染 甚至他父亲硬邦邦的怼人呢 骂骂咧咧的带有钱科的那些事情 经伊万卡温柔的嘴巴说出来 一个姐姐的温柔 一个美女的形象就软化了特朗普的强硬的形象 所以呢他被认为是少有的一股温和的风 是特朗普的中权当中的那些人 你看看蓬佩奥那帮人啊 这是什么形象 伊万卡在里面绝对是一股清流 但是最后这几个月呢 情况变了 反正也没几天了 白宫顾问呢 性情大变 说话速度提高了 嗓门大了 然后直斥对方 如今呢 有人就说不是性情问题 是立场发生了明显的偏移 甚至和特朗普先生越来越接近了 有消息说 随着特朗普的败选 伊万卡 什么词 说伊万卡完全疯了 采取了和特朗普一样的立场 就所谓的保守派的立场 他跟他父亲的关系变得更加接近了 这是对于伊万卡的这么一些议论 这些议论当然是对伊万卡不利的 因为老爸连人失败 伊万卡跟着挨骂 那些拜登的选民对伊万卡没有好话 这完全可以理解 现在呢 还有人干这样的事 他们到处贴海报 比方有个喜剧组合 叫什么东西 我们都管它了 反正在麦哈顿到处贴海报 贴什么海报 贴海报叫做他没有被通缉 是没有被通缉 人家就是传讯 请你过来谈一下 关于税的问题 传讯 但是这个故意把话呢 往极端的方向说 然后呢 前面有加一个否定 他没有被通缉 你看这话在法律上 你找不出什么漏洞 我说你没有被通缉 但是这很显然是恶心 伊万卡 伊万卡为主事 非常愤怒 他们还要喊出口号 说纽约不欢迎伊万卡 嘲笑伊万卡内心崩溃 说你是优雅的 你的优雅是装出来的 你是找了一个有钱的男人 但是那是一个瘦小的丑八怪 这是对库什纳的丑话 哎呀 第一女儿 第一公主也不容易啊 我们一般人在办公室里 在社区里 在自己单位里 被别人嘲笑一下 觉得内心承受不了 你想想 人家是当今世界上 最有权力的 美国六海空三军总司令 特朗普先生的千金 还是白宫顾问 有正式的职务的 有公务的 但是也遭到这帮人的攻击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咱们 还有什么事想不开啊 如果说这些事 仅仅是一种抹黑 或者是一种情绪宣泄 可能给伊万卡带来内心 甚至都不愉快的话 那么现在呢 有一些具体的指控 指控的非常具体 比方推特上很多人说 啊 库什纳 库什纳应该对死亡的 那几十万人负责 应该对感染的 一千多万人负责 因为他没有任何 医疗管理的经验 却因为他老丈人是特朗普 所以呢 他负责整个的 医疗物资的分配 这件事应该负责任 我告诉你 这就不是一般的发脾气了 首先呢 陈述的是事实 库什纳是不是 特朗普的女婿 是的 库什纳有没有医疗 物资管理方面的经验呢 没有 库什纳是不是 政府里面的人 是的 白宫顾问 白宫高级顾问 库什纳是不是 总统先生交给他 让他负责整个 美国的医疗管理 特别是防疫物资的分配 库什纳 是的 那库什纳在这里面 抓了多少钱 不知道 库什纳这事做好了吗 从整个民情汹涌 以及美国防疫的结果来说 应该做的不是很好 那就罢了 事态延良 总统在任的时候 没人说 现在马上要下台了 那就人走茶凉 人没走 茶呢 就开始被人泼出来了 泼了一脸 而且骂的话都很难听 对库什纳是直接的指责 对伊万卡 甚至用了野鸡这样的字眼 实话说 我一看到漂亮女孩 我心里就有一种温柔的感觉 我是觉得伊万卡被骂成这样 这显然 我不能做评论 我不敢说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伊万卡 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 励志的典型 年纪不大 小姑娘 女儿养得很好 对吧 还出去做品牌 还做生意 还赚中国的钱 还跟他父亲二过一 帮助他父亲做些遮掩 而且最新的报道说 我们依然引用CNN的报道 我们小报的我们就说了 CNN报道说 伊万卡有政治野心 有意竞选 一个州的州长 好家伙 被骂成这样了 很多 心眼比较窄的 骂完了之后回家就哭了 知道吧 有一个人给老虎写信 说老虎对不起 我昨天夜里没睡着 我哭了一夜 你瞧你这点心理素质 你要是特朗普先生的女儿 犯得着这么哭吗 哭什么哭 还跟老虎检讨 一定要不要检讨 马上回去参加竞选 竞选州长 竞选环球时报总编辑 这个屁大的官都不 没必要干 对不对 人家伊万卡就是为骂成野鸡 骂成这样 而且现在父亲任期马上就到头了 人家现在的目标是竞选州长 哪个州啊 哪个州啊 叫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为什么这么说 美国大选呢 现在是这样 特朗普先生呢 他大势已去 他的家庭受到关注 长女 美国第一公主 第一千金 伊万卡 现在呢 被CNN说成是有野心 指他说要参加佛罗里达州长的竞选 两口子 人家两口子出双入队 我告诉你 一般的两口子 规律是这样 要么出双入队 买个菜啊 看个电影啊 逛趟商店啊 是吧 参加一个party啊 都是手拉着手 手心扣着手心 然后出双入队 还有一种类型 就是 这人老是 一个一个女的自个儿来 一个男的自个儿来 从来没见他配偶出现过 什么模式都有啊 也有人偶尔会带着配偶来 人家库什纳和伊万卡 就属于呢 出双入队永远在一起的 库什纳 白宫顾问 距离特朗普任期呢 最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边 伊万卡要担任州长 库什纳担任什么 这事我们还不知道 媒体呢 正在深挖这方面的情况 伊万卡 毫无疑问 啊 他有可能真的要竞选了佛罗里达的这个州长 有人说这是野心 怎么是野心呢 英文当中不分野心雄心 ambition ambition可以理解为野心 坏人叫野心 可以理解为雄心壮志 ambition中性的 好 有出息 立志 我看对伊万卡这样的人呢 ambition呢 没有必要也翻译成野心 你可以翻译成他有雄心壮志啊 而且立志啊 现在被你们打压 被你们骂成野鸡 被你们的拿去传讯啊 被很多人羞辱 人家现在还是要干州长 可见特朗普先生的培养女儿的时候 至少在犀利素质方面 如果说他长什么样 这件事是上帝安排的 是他母亲的遗权基因的话 那么他现在的这种政治上的取向 坚韧不拔的精神 我看特朗普先生培养女儿 还是有那么一套的 目前伊万卡有意福州州长 当然也有人说不是福州 是新泽西州啊 这些选举的时候 是因为这么回事 特朗普一家子 他在佛罗里达州和新泽西州 这两个州都有房子 美国的规矩大概是这样的 房子在哪儿 你就算哪儿的居民 跟我们中国有户口制度不一样 对吧 你有户口 户口在北京 你说我去选呢 我去到浙江 我到湖州去选一个人大代表 这不行 我在北京 我户口在北京 我呢就曾经担任过 北京的东城区的人大代表 而且是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 当选的全国为数不多的 独立候选人的人大代表 我有一个缺点 喜欢在说新闻 顺便吹牛 吹就吹了 如果你说的我不真实 那就吹牛 如果说的是事实 最多是显辈 而不能叫吹牛 我再显辈也没有 特朗普先生爱显辈 因为他是董王 天下没有他不懂的事 关于女婿和女儿 接下来怎么安排 董王显然 以及有自己的考虑 最新的很多很多媒体的报道 特朗普先生准备 在他离任最后最后的时间里边 特赦一些人 包括自己 包括女婿 包括女儿 因为一大堆的案子挡着 当总统的时候 总统及家人受豁免保护 但是如果你下来变成普通公民的时候 有人找茬 说你性侵的事怎么回事 说你逃税的事怎么回事 说你那件事 所以特朗普先生 老头真是不容易 老哥这么大意把年纪了 考虑很多事 保护女儿 这是一个父亲的天职 他在这方面有什么考虑 我觉得都不为过 特朗普先生一家子 在新泽西和在佛罗里达有房子 所以他有可能在这个地方 安排女儿参加竞选 特朗普去年把他的住处 由纽约的曼哈顿 就纽约最富的最发达的地方 类似北京的国贸 那么一个地方 前往佛罗里达州 也是好地方 叫棕榈滩 相当美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如果伊万卡竞选福州的 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还有一个有利的因素 现在的福州的州长 这个州长叫桑德 什么什么斯 不是那个桑德斯 这位就是德桑蒂斯 不是桑德斯 桑德斯社会主义者 叫德桑蒂斯 现在他是作为特朗普的铁杆盟友 铁哥们是有可能帮得上忙的 有消息 灵通人士说伊万卡有意高调 发表从政的意愿 显然受到父亲的鼓励 特朗普说 我的女儿比贺锦丽更适合当美国第一个女总统 这是在贺锦丽呢和拜登大班子媒体刚刚报道出来 这个带有古巴义和印度义色彩的美国的副总统 获选人刚刚亮相的时候特朗普先生讲的这么一番话 特朗普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特朗普啊大概是爱女心切 他看这个伊万卡的时候总觉得我的女儿更像总统 比贺锦丽更像 有消息说在2016年参加选举的时候 特朗普先生曾经问周围左右四季的一帮竞选团队 你们觉得我的副总统我请伊万卡担任怎么样 你觉得呢 你觉得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赞成 没有一个人赞成 只好作罢 作罢归作罢 那是不能不行 不能不是我不想干 那现在既然我这个利润上马上就结束了 我的女儿竞选个州长 我认为她能当总统 我现在竞选州长 这已经是低配了 对不对 特朗普有很多孩子 但是呢 他对伊万卡似乎是更为关注 对伊万卡的政治倾向 政治意愿更为关注 咱们中国老百姓应该明白 隔壁王奶奶说就是不理解 美国这个干部咋用着 干部制度咋管的 对不对 他没有中组部 是吧 也不用考察 也不管你过去的履历 你当没当过乡长 当没当过镇长 当没当过县长 不管 上来就可以直接干总统 地产商 例如潘石屹 潘石屹马上就直接可以干总统 这在中国 老百姓不登记说 你有从政经验吗 你管过一个县吗 对吧 两千个县 你管过一个吗 你管过一个市吗 你管过一个省吗 要没有 我们清下雨 可能没有经验吧 美国不管这个 美国特朗普说 美国第一 我要让美国重新伟大 并且演讲 老头从容不迫 而且很幽默 直截了当 怼的 克林顿 希腊里克林顿 哥喽 哥喽的 然后老头就当选了 这就是美国 所以伊万卡虽然只有管理私营企业的经验 就是因为他曾经当过第一公主 那姑娘长得漂亮 大个儿 女婿有钱 人家拿钱选个州长 怎么了 我看完全可能的 美国是有美国政治制度 美国的干部制度就这么着 不用考察 拿到选票就可以当 有人说伊万卡这个人 不仅是他爹逃税的帮凶 还用了他爹的总统职位谋取私利 这个人当什么州长 还是算了吧 有人说别这么说 我看的挺好的 有很多中国的男性网民说 看他设演 与其大家都是白地人 大家都是那样 不如选一个设演的 反正他天天在电视上出现 就当个乐 所有这些都可以当做一个调侃 也可以当做一个八卦 但是对于伊万卡本人来说 风格大变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对伊万卡来说 接下来的日子 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好过 这就是政治 准备从政的人要做好 迎击风浪的准备 祝伊万卡好运 感谢收看这期节目 下期见